马来西亚有一户慈悸重顾 户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 慈悸志工访试的过程 发现他们连睡觉休息的地方 都是非常客难 因此特别安装了床铺 让一家人能睡得更安稳 知道这个家只有婆媳两人和三个幼童 生活重担无法周全 乔治是和槟城慈悸志工携手来帮忙 把厨房 卧房空间清扫出来 护上塑胶地垫 让室内看起来明亮一些 组装新床铺 孩子们雀跃不已 年轻媳妇身体复原不久 准备寻找工作 分担婆婆的辛劳 慈悸志工诚恳祝福 期盼这家人从环境开始日益健康 大爱新闻真正美之工 吴宗恒 庄慈林 马来西亚报道